当总统的最后一天 蔡一文外周形成不少 从早上到下午排了五场接见 除了来520管理的日本团 蔡总统也接见英国国会的庆贺团 未来台湾会和英国 以及其他的美主伙伴 继续牺手努力 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并且促进印太地区的进步繁荣 韩淑是立于维护印太区域和平 而总统卸任前的最后一个外媒专访 给了英国广播公司BBC 对于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和中国侵略 他指出当然目前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但重点是区域内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确实让中国感受到压力 更说如果能非常谨慎地处理问题 仍有极大的机会维持所需的和平 时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2022年访台 总统在BBC专访中也透露内幕和细节 说任何一位台湾总统 面对有人来访及展现支持时 都没有立场拒绝 因为台湾长期遭到孤立 需要朋友来表达关心 背后也做了很多工作 以降低对两岸情势的影响 蔡总统曾与乌克兰总统 则文斯基跨海同场同框 总统也向BBC表示 不认为美国应该把支持和资源 从乌克兰转移到台湾 表明民主国家因权利 且有效地支持乌克兰 也为台湾建立信心 八年执政成绩单 总统借由外媒专访交给世界评论 TVB的新闻里 黄龙许扎瑞 留心听台北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